今天的話呢 接著繼續來看 請各位一樣把第一個單元的第一個範例打開來 首先的話 當然第一個你要去確認幾件事 第一個 你能不能對上個星期的IPD加LEN已經熟悉了 所以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假設你回家之後 我建議你把它delete掉 然後你再把它打 能不能把它做出來 那個邏輯應該知道吧 反正台灣的手機號碼一定是09 然後後面有哪個電信業者 可能11的話 11應該是中華電信 不知道 假設 然後後面的話一定是1槓 然後3碼再1槓3碼 如果不讀3碼要補0 大概就這樣邏輯 那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方法很多 我剛剛講過 其實反正將來 老闆他要看到的 就是像我們現在看到的結果一樣 他不太會管理說你到底怎麼做的 那當然你如果越快做完 那你就會有多餘的時間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在職場上面 能夠上班很愜意 有沒有 人家都很忙碌 那你就一下就OK了 那就是你在工具上面的使用是絕對超過別人的 那怎麼樣能夠更快 比如上個禮拜做了 就像說如果你不會突發電鋼 那當然很浪費時間 那即便你會 你用REPD加LEN 其實還是算慢 所以如果要更快一點點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TEST函數 所以上個星期 我們有再加一個所謂的TEST函數 所以可以把這個改成TEST OK 那你說那是不是還有別的函數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 當然是肯定的 只是說有沒有更簡單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們會多講了一個方法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些公式裡面用的函數 到底哪一個最簡便 你就找那個最簡單的 不要沒事找最困難的 比如兩個比較吧 那我想你應該會喜歡的應該是TEST吧 OK 因為REPD加LEN 哇變得好像有點繞一圈 他還用3去減掉LEN 算那個所有裡面的字數 然後再用REPD去重複那個0 然後重複那個0之後還在串那個 繞得好好 有點像本來 我們現在等於要從這邊到車站 知識所就OK到了 結果你還繞到別的地方 那當然一定繞很大的圈 所以想哪一條路是最直接的 後來發現原來用TEST應該是最快的 直達車 對不對 不然的話你可能 也就是要花很多力氣 那我怎麼知道有TEST 其實也是需要自己去稍微 精 seni 所以如果有時間的話 你們不妨可以用擦或函數裡面 按照概別去了解 這個ECL到底提供給你哪些函數 它能夠做到什麼功能 下方都有中文的說明 另外底下也有函數說明 當然如果你想要徹底了解 你就把250幾個一個一個慢慢 不是叫你背起來 而是說你要先知道 到底它提供給你什麼 將來如果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你就不要有底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什麼樣的函數 可以幫我解決問題 至於如何操作函數 其實大體上都差不多 它後面會問你要給我什麼東西 像這個函數的話是給你兩個東西 一個是Array 一個是Format 一般Array的話是指的是一個範圍 Format一般就格式 至於到底要給什麼東西 你不知道沒關係 你可以再看一下函數說明 然後再來就Try一下 有時候其實OK的 函數的使用 你剛開始做有些不太會 你多做了 有點像經驗值 你如果使用的函數越多 你就當然越快上手 OK 所以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我們大概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知道有一個訊息 什麼訊息 就是到底這些會員 比如說假設這是電信公司的會員 會員裡面大概有幾個 Ctrl 向下 Ctrl 向下的話 你會把編號都100 總共100個會員 我想知道有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這個會員裡面 年齡分佈到底是怎麼樣 到底哪一個年齡成的最多 當然在台灣 我說在台灣最常用年齡來劃分 大部分就是用比如說你是幾年級生 應該各位有聽過這個說法 那幾年級生就是說你的年次 開頭是幾的 比如說你五十幾那些五年級生 六十幾就是依次類推 七十幾 那另外有一種說法 用西元年 不過因為我們假設 他提供給我們的是一個民國年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統計出來 老闆問你說你幫我統計一下一個報表 到底我們的會員裡面 哪一個族群的人最多 到底是幾年級生的人最多 那請你繪製出一個圖表給我 所以最後你要給個報表 類似這樣 你可以統計出最後的結果 最後結果應該是多少 那你說你給他一個報表 但問題他是希望最好看到右邊這個 請你畫個圖應該最快 那看圖應該總會比較簡單吧 OK 所以要怎麼樣利用樞紐分析表 加上樞紐分析圖 然後得到一個就是 會員裡面到底哪一些年齡成人最多 那利用同樣的方式 當然你也可以去統計哪些性別 什麼還有哪一些 比如說還有就是說學歷 等等的相關條件 一樣可以 因為你假如比較能夠掌握 你會員的一些族群的話 你行銷的時候就比較方便 比如你要鋪廣告你不能亂鋪 你要知道哪些族群用什麼樣的廣告 最容易吸引到你的客群 對不對 這樣就不會亂槍打鳥了 你會發現好的行銷一下就對了 但沒有無效的行銷被你亂花錢 廣告費亂花 OK 所以待會我們要做出一個樞紐分析表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要寫一個程式 其實這個不用寫 就用錄的就好了 有沒有 上個禮拜的東西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讓它快速的變成兩個按鈕 其實你按下按鈕這個就出現了 按下按鈕這個就結束了 有沒有 OK 也就是說以後你的工作 就可以把它變成按鈕式了 比如說你可能做了一百個動作 你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按下去 自動就幫你把所有的動作 全部都完成 比如說你一個早上的事情 那就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 那這個地方的話 實際上會用到一個所謂的 錄製劇期的概念 所謂的錄製劇期 就是把你滑鼠鍵盤的動作錄下來 那它其實幫你做什麼事呢 就是幫你把對應的程式 幫你寫出來 所以其實錄製劇期 主要是把你滑鼠跟鍵盤 所做的動作 轉換為VBA程式的一個過程 OK 那最後你其實加一個按鈕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第二個 今天主要兩個部分重點 首先的話我們先回到那個圓 我把它恢復好了 所以這個我把它先刪掉一下 待會我們就是可以把它回來 所以上個星期的部分 就是這個 我拿這個 然後把它改成TES 然後公式的部分的話 我把它用貼的比較快 就這個公式 然後我們上禮拜 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這個 它這個公式裡面 好像改變成 剛剛那個應該是 我們這應該是F4 G4跟H4 把它改一下 這公式 把它向下填滿就OK了 這上禮拜的部分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做第一個 就是樞紐分析表 那首先的話 這個樞紐分析表要怎麼統計 這個按鈕我先把它拿掉 把它刪掉 OK 這個等一下要做的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根據上個星期的這個範例 那先統計 如果我今天希望統計什麼 統計到底哪個年次的人最多 那問題跟各位講 如果你加做一些統計分析的話 其實這也是有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利用這個所謂的樞紐分析表 它的位置在插入這個地方 就有樞紐分析表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插入所有分析表 你要使用它之前 你必須要先注意一個重點 就是你要做什麼樣的統計分析之前 你要先確定 你有沒有那個欄位資料 比如說要統計什麼 統計那個到底 年次分佈的狀態 年次 可是你會想說 那我這些資料裡面 到底有沒有年次這個欄位 有沒有 好像沒有耶 只有生日嗎 你說老師那我用生日可不可以 那不行啊 其實生日是個日期 日期包含的訊息 它其實就主要包含有年月日 所以它其實是有三個訊息 可是它只需要一個訊息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日期裡面的年拿出來就好了 所以怎麼做呢 當然第一個 如果沒有這個 我們就把它變出來 它怎麼變 直接請你在 I3的這個地方 加一個年次兩個字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需要一個欄位 叫年次 那我們這時候就第一步 就自己先加一個年次 好 Enter一下 那這個顏色跟它不一樣 我可以把這個格式 把它常用裡面有一個刷子有沒有 複製一下 複製這邊的格式到這邊 這樣就有個年次這個欄 就多一個欄就對了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要把年次抓過來 那年次怎麼抓過來 你想說其實剛好是在開頭兩個字 那叫老師我學過 用什麼 用Laptor 但是你會發現 用Laptor會發現一個狀況 文字裡面有個Laptor 當你做之後 它會變成是 這個嘛 這個字 兩個字 Number chart 兩個字 但是你按確定之後 得到的結果 奇怪 為什麼會有29這個東西啊 明明我看到是70啊 它為什麼是29 當你像下填滿它 還是不正確 那主要原因在哪裡呢 其實跟各位講 主要原因是 跟這個日期很有關係 因為日期這個格式比較特殊 它其實是按一發指右鍵 你可以看到格式 除了格式 它其實是透過格式的方式 日期格式 幫你設定微中華民國力 讓你看到以為是這個結果 但是 實際上 這個格式是所謂的表面上看到的 但實際上是什麼呢 請各位看一下 請你切換到通用 通用的話 在以色列裡面 就是屬於它原始狀態 所以千萬注意 以色列裡面充滿著非常多的格式 讓你誤以為你看到的就是那樣子 但實際上它根本不是這樣子 這個打個比方 有點像 這個格式 有點像化妝後的樣子 但是我卸妝之後 那就另外一回 這個比喻好像不太恰 反正意思就是說讓它恢復成原來的狀態就對了 原始狀態是什麼呢 通用格式 按確定 你會發現原來它原始狀態 就是29846 那你想說2986什麼東西啊 我跟各位講 它其實 根據微軟官方說法 它怎麼樣去定義日期 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把1900年的1月1號 當成是 1900年的1月1號有沒有 當成是第一天 所以如果你假設輸入1900年1月1號的話 並且把它做格式化 把它恢復成什麼 通用的話 你會發現它變1了 有沒有按確定 那你說老師 那我如果要變2的話 一齒類推啦 所以1900年1月2號呢 那如果把它恢復啦 應該可以猜得出了吧 它變2了 OK 一齒類推 也就是說 剛剛這個數字 29846 就是這個人生日 就是 跟1900年1月1號相比較之下 相差這麼多天的意思 OK 那當然未來天數會越多啦 不過其實天數好像很大 但是不會啦 你會發現經過了1900年1月1號 到這麼多時間 其實才2萬多 那再更多其實也不過幾萬天啦 OK 那也就是說 一天的話 實際上就是1喔 OK 那你說老師那時間呢 很簡單 時間就小數點 也就是一個小時是1.24 所以如果你看到 假如那個儲存格裡面有小數點的話 那表示它除了日期之外 還記錄到時間 OK 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 應該有這個概念嘛 好 那回過頭來啦 問題還是沒解決 你說老師那邊29 我大概知道了 因為它原始狀態是29 所以它貼出來29 表面上它並不是這樣子 那問題來了 最重要的是怎麼解決 OK 那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跟各位講 解的方法就是 關鍵就是在那個TESHER TESHER TESHER TESHER其實非常好 TESHER這個盤數喔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說 它會把你看到的這個樣子喔 把它真正變成 實際上它就是長這個樣子喔 OK 也就是TESHER這個就轉換啦 就是把格式 實際上轉換成真實的文字 那你再切就不會有問題了 可是呢 要怎麼樣能夠把格式 表面上看到了 變成真實這一串文字呢 OK 我做一次 當然有一個固定的步驟 一 請你先滑鼠按右鍵 出這個格式 然後呢 把這一個 這個什麼呢 這個地方日期切到自訂 這個可能比較難一點點 這個時候又多一個機關了 切到自訂 有沒有看到自訂 那自訂 右邊是有個類型 那其實類型這裡面就是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指的就是說 如何去格式化 這個 出傳歌裡面資料的一個規則 那你先不用管 反正喔 第一步啦 第一個步 你就是把這個類型下面這一串文字複製一下 OK 那複製做什麼呢 很簡單 把它貼到那個 Test 函數裡面的第二個參數 叫Format 其實它這個就是一個Format 就是貼到Format Test 這樣就OK了 所以一 先把它的這個 這個類型 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先取消就OK了 1 2的話呢 請你在這邊 我把這個先把它去掉 Delete掉 那重來喔 然後再插入一個Test Step1是複製那個 自訂裡面的公式 Step2的話呢 就是到那個Test裡面 然後先把它貼到第二個參數 叫FormatTest 然後記得喔 貼上之前 我建議先打兩個雙以後 再移到中間再貼 為什麼 因為這邊告訴你說 你必須要給我的是一個Test 那Test的話 記得前後一定要雙以後 如果沒雙以後 一定會發生錯誤 OK 好 接下來的話呢 把Value 直接就指向哪裡呢 指向這個生日的位置 就是C4 OK 你會發現喔 Test幫你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就是把這個原始狀態 變成這樣的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就是一個文字了嘛 那就是你看到的東西了 喔 所以喔 跟各位講 這招還滿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 我發現去 就是業界很多那個上班族 辦公人員 他們常常就被疑惑 每次說 老師為什麼我看到的 跟我取得的結果不一樣 就是這個原因 而且這個問題還滿多人問的 我發現很多人都不會 OK 我說你是不是不會Test 老師Test是什麼 就一個函數啊 沒用過 對 那當然就不會 所以啦 其實這一招還滿好用的 OK 好 那你 先第一步 按確定 那你說老師看到是70 對 這個是表面對不對 那這個就實際了 接下來做什麼 我要切前兩個字 那很簡單嘛 你可以在這個等號後面 直接再打一個Left 那當然有時候你打L就會出現了 打一個Left 它會讓你挑 或者你打一個Left 前刮弧 或者說你出現Left點兩下 它會自己出現Left加前刮弧 那我只需要在它的尾巴 加一個豆.2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我要再取得 剛剛的這個文字裡面的左邊兩個字 豆.2後刮弧一下 好 這樣就OK了 打個勾 70就出現了 有沒有 再向下填滿 這個要很小心 這個動作 我再做一次給各位看好了 像這個 直接在這個前面點一下 等號後面 然後打一個Left 它會出來你就點兩下 它會自動幫你出現前刮弧 這個時候你只要在後面 豆.2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我要取兩個字 後刮弧給它一下 OK 這個可能要稍微熟悉一下 以後大概都雷同的方法 打勾應該就OK了 應該沒問題吧 多練習幾次 然後向下填滿 應該就OK了 但是另外還有一招 如果你覺得這一招不太習慣 像我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 第二個方法就是把公式剪下來 然後再去插入第二個Left 兩個方法都OK 你看哪個習慣 你把公式貼到Tex 然後這邊再加上2也可以 這個是比較是屬於視覺化的操作 剛剛是直接打公式 看哪兩個方法 你習慣就好了 不要做錯就OK 按確定 然後再向下填滿 這樣就完整 你會發現年次取得了 但是年次取得之後的話 還有一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各位有沒有發現 取得年次之後 它這個儲存格這麼大 可是你們發現有點怪怪的 因為格子這麼大 你為什麼要靠左邊放 你為什麼不幫我放右邊 或者放中間 跟各位講 其實這個是ESEL還是有些機關 你可能要注意 如果放在左邊的話 那表示這個70 它是一個文字 特別注意 這個很多地方都差不多 很多軟體也是一樣 也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文字 這個文字跟數字的什麼差異 我前面一直強調 文字跟數字是不一樣的 另外 只有數字才能計算 也就是說 未來如果說我想要七年級生 七年級生的話 如果是一個文字 它就不知道這個是70 它只知道一個七一個零 它不代表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群組在一起 比如說70到79 它是一個數字 它就看不懂了 所以最後還需要做個動作 不然你未來 假如說要把同樣70到79年次放在一起的話 那會失敗 這邊後面我會講 會用到一個群組的概念 OK 所以我們最後還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怎麼樣呢 請你把這個資料 本來是70 比如說這個70 70應該是這樣 它裡面現在是這樣的狀態 把它變成這樣子 就是沒有前後雙女號這個訊息 阿阿怎麼做還記得吧 其實會需要用到一個函數 有沒有印象 上禮拜有講到 有沒有 如何把文字資料 轉換為數字資料的一個函數 有沒有 有沒有印象 好啦 沒關係 反正回去再 其實 解決問題就這樣 OK 其實 應該要同學講出來 就是一個叫Value的一個函數 OK 那個Value函數怎麼用呢 很簡單 你就直接一樣 請你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等號後面再補一個 叫Value OK Value OK 這個啦 OK 然後點兩下 它因為它只要放一個文字 所以後面再補一個後瓜糊就可以了 再補一個後瓜糊 然後再按打勾 你會發現它有什麼樣的改變 其實馬上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你打勾之後 請你觀察一下 它最大的差別是說 奇怪了 它突然間怎麼跑到右邊去了 因為它告訴你 它裡面的資料 現在是一個數字了 所以其實 你說這個 老實說重不重 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人根本沒觀念 當然每次都做錯 OK 所以你說Excel 其實還滿好用的 但是其實很多人真的還不太會用 像我剛剛講的說 如果你不會用 你工作就是處處就是問題 老師為什麼我看到 跟我實際上取得不一樣 因為你不會test 為什麼我老師要統計一個資料 為什麼計算結果老師出錯 因為你搞不清楚 原來你是文字 你拿來計算怎麼會是正確的 OK 所以你要先怎麼樣 把它轉成數字 那如何知道已經轉成數字呢 當然很簡單 只要看對齊方式 所以這個有時候小地方 但卻是大關鍵 所以我都還滿細心的 所以我都知道 原來這個地方 它已經變數字了 才能群組 所以你插一個步驟 後面就全錯了 所以這個是有連動關係 快速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所以最後的公式 就是會用test加上laps 再加上value 就是這樣 其實沒什麼 但是把它熟練吧 其實沒別的技巧 就是熟就對了 其實技能就這樣 是我比你熟 我比你熟 那當然相對的 我就是 就是比你佔優勢 我效率就比你高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打個勾 應該沒問題吧 那試一下 請各位把這個部分先完成 你說老師 那可不可以 有沒有別的方法 像我們前面不是有第一個公式 那你這邊其實也可以再多加一個 年次二 比如說你說 老師 那我覺得一個方法不太夠 我想要再試試看別的方法 那一樣你可以把這邊的格式複製一下刷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 想想看有沒有別的方法 當然有啦 OK 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 然後從我不要用test有沒有別的方法 別的函數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換個角度 你可以把這個當一個日期 那日期裡面有一個函數 叫做逸爾 有沒有 插入函數裡面有一個日期與時間函數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逸爾函數 顧名思義 逸爾是什麼意思呢 逸爾實際上就是取得什麼 日期裡面年的訊息 所以如果假設你用逸爾 有沒有 把這個日期給他 他得到的會是1981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得到是70的話 那怎麼做 很簡單吧 你說不過老師為什麼他70變1 因為Excel是美國人設計出來的 所以他只有C元 那民國年怎麼來的 因為加一個外掛 只有台灣的繁體中文才有 全世界只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的電腦是非繁體中文版 很抱歉 沒有民國年 所以你就用C元也可以 你用什麼80後90後 100後等等都可以 然後最後只要怎樣 那再減掉多少 1911不就好了 打個勾 那不過你說老師為什麼結果不對 也是一樣問題 因為Excel太敏感了 他會認為這個是日期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按右鍵 出成個格式怎麼樣 把日期改為通用 按確定 再向下填滿 結果一不一樣 一模一樣 OK 不過可能會差別就是說 他會 因為他只要牽涉到日期 他太敏感 他會自己幫你把他格式成日 不過沒關係 你按右鍵 出成格式 再改成通用 其實結果也是正確 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那兩個比較之下 你說 是 那你乾脆直接講Ear就好了 反而比較簡單 OK 但是我跟各位講 大部分狀況 這個地方是因為Ear可以 可是很多地方不見得 很多地方不是說 能夠用別的函數來解決 那你就只能用TESA 所以這邊大概多方跟各位講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用年次三 也是可以 可以想想看 裡面有很多其他函數 也都可以解決 OK 好 試一下